翻唱片 味噌烤鱼 味噌烤鱼吃的 对心理很健康 来来来 我们的阿 Katy 那就来教我们 又怎么去腌它 那我們的味噌 你看我們市面上買的 都有細根粗的 對不對 是啊 那粗的會比較好 它比較甘甜 那我們加了三大匙的酒 對了 就是要像這樣子 像泡泡這樣子把它給攪拌 好 味醂它是日本的一個調味 它是用米去發酵的 所以它本身也有帶甜 那我們也是一樣把它下三匙進去 對 還是要糖一點 泡泡特別要求 它說要吃點糖 甜一點比較好吃 好 那我們就加了一指糖 拌均勻就好了 我們先把它鋪一層 如果說不小心 那我們在市面上買不到這種粗的 那我們可以買細的 那細的最好上面有一層那個紗布 鋼紗布 不要讓它直接接觸 不然它會很死鹹 林老師 我們除了這個鮭魚以外 我們還可以用什麼東西來醃 其實只要沒有 就像這樣整片沒有細骨頭的魚 都可以醃 還有那個砂板石豆 也可以 那個沒有 非常好吃 沙丘把它烘烤一下也不錯 我們要把它放至最好 兩個小時以上 對 在冰箱 兩個小時 可以放一天兩天嗎 當然 我在家裡就放一天兩天 最好味噌就再減少 就不要那麼多 讓它鹹味太重 這就是冰著兩個鐘頭的魚 就是這個樣子 對 那你看我們的味噌已經有被吃進去了 對 吃進去了 那當觀眾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些的洞 那這個它會旋轉360度旋轉 那它就有那個封出來 是 那一般的烤爐 我們放進去了以後 是是 它是不是都是固定在那裡 那烤了以後 可能這一面焦 這一面可能沒有顏色 是 但是因為我們有帶風穴 那我們的風穴一下來了以後 是 它裡面水分就不會流失了 真的 然後它的顏色就會非常的均勻 是 熱度都是在裡面 我們也不用中途 還要再去把它轉變 好 那我們先控制溫度 OK 那我們就先調170度 170度 OK 它重量在這裡170度 那要多少時間呢 我們大概15到17分鐘 OK 好 那我們接著就由碰碰來介紹 是我們會開始 哇 簡單 又簡單又好用 你看看這個 往這裡就開始了 你聽嗎 噴的聲音 就開始烤了 對 嗨 朋友們 你看看 你看看 簡簡單單 15分鐘喔 馬上就好了 你看看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來來 打開來 好香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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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子取出來 OK 然後我們就放到盤子上 是 那個油巴的油脂 太棒了 拍拍手 拍拍手 真的太棒了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 汁再稍微再把它淋下去 它就會有產生亮度喔 哇哇哇哇 很吸收喔 那我們就帶一點點汁 你看色澤就不一樣了 好 那我們吃的時候 因為這個 它會比較乾甜 是 那我們可以加一點檸檬 檸檬 它在吃起來 才不會這麼樣的燥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檸檬 放在旁邊 覺得客人 他的喜好 然後他就可以自己去擠 對 好 那這樣子 這樣子就好了 我們就準備 上菜 就好了 你看看 anhan 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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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